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11日 在习近平的统治下 现在冤假错案越来越多 这个监狱关押的一些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 有很多呢都在里面这个死掉了 这个这一点 严重程度都比胡温那个时代 这个要严重的多 所以看了以后使人心里这个难受 今天看到了维权网有一篇报道 那么祸行11年的浙江著名民运人士 吕耿松育中健康状况堪忧 他的这个刑期还剩了四年多 这篇文章讲他可能这四年呢 不一定熬过去 为什么这样讲 现在这个中国这个监狱 这环境是越来越恶劣 今天也看到了另一期 骇人听闻的 吉林省知名的维权者 在御宗就离开人世了 这篇文章发表在海外的 这个看中国网站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网上的图片 那么这位名叫郭鸿伟的 这个维权人士 他就是在最近这一两天 这个就死在中共这个监狱里面 4月9号上午10点59分 那么这个消息根据这个郭鸿伟的父亲的电话 这个外界知道的 1963年出生的郭鸿伟是吉林省四平四人 原来是这个吉林省福松江河发电厂 驻吉林市的退休班的职工 为什么他蹲着大牢呢 就是因为他举报 这个贪官啊 他这个举报这些领导干部啊 这个群吞国有资产 结果遭到了什么 遭到了这个打击报复 那么2005年 被吉林省检察院和法院联手 给强加什么罪名呢 挪用公款罪啊 判了五年刑 并在吉林省长村寺 信业监狱复兴 由于他在这个复兴期间 监狱里都有一些劳同路欲罢 对他进行折磨啊 这个进行迫害 这里引用了一些这个情节啊 说是这个小鬼剃头 死人床啊 利用这些手段折磨他 那么各地他这个 卡州所也好监狱也好啊 他们折磨人的时候 有的是警察直接就是 这个动手 更多的是什么 是犯人 囚徒啊 或者是这个犯罪嫌疑人 这个也有的是双方勾结起来 原因很复杂呀 那么这个郭鸿伟呢 据说在里面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啊 身体当时就受到了伤害 那么这个 他这个出狱之后啊 判了五年出狱之后 为了洗刷这个冤血 追求公平正义 继续威权 并和他的母亲 一起啊 上北京上访 越上访越遭到打压 不但没解决啊 结果呢 第二次又被抓 你看 2015年3月9号 他又遭到吉林省啊 这个 叫四平市 铁东区警方 以涉嫌招摇撞骗罪 把他刑事拘留了 关押在吉林省四平市看守所 4月9号 以涉嫌敲诈勒索罪 转遭 被正式逮捕了 16年2月1号 他被四平市铁东区法院 一审以敲诈 褐索罪 寻衅滋试罪 判13年 罚30万 你想中共就是这样 他随便给你找罪名 一个不行两个 而且呢 算是抓到那种 他认为是累犯 就第二次了 他会处罚更重 你看去一级法院 就能给他判这个13年了 这个 在此期间 说不服的郭宏伟上诉 但遭法院驳回 维持原判 刑期呢 2028年3月8号才能结束 所以这个消息是 有一个律师 著名的维权律师 叫谢燕仪 他在推特上发布 他说这个 这位维权人 是已经在监狱里的过世了 你看 这是谢燕仪的一个推特 上面这两张图片 就是过世这位 这个郭宏伟先生的家人 你看 给大家看看 就这个推特 那么 还有一个记者 还有一个律师 叫任全牛 他曾经也见过 也知道 郭宏伟这个案件 他也发了推特 讲了这个情况 你看 这篇文章 此外 还有一个律师 维权律师 叫刘晓元 也发表了一个 一篇文章 介绍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位 郭宏伟先生 他当时是在 死在吉林省 公主岭监狱 当时是突发脑威胁 抢救无效 死掉了 那么呢 而且呢 郭宏伟 他的母亲 这个 也被判刑 判刑是判了六年 你看 这个 全家人都判刑 此外还有这个 他的 这个妹妹 也被抓了 判了五年 你看 一家三户都在判刑 就这么一件事 你可见这个 总共这个 集权统治下 各地 制造的冤假除外 肆意网络 越来越严重 那么正因为 这种情况 所以说 这个刚才我谈到 这位 祸行十一年的 浙江著名的 民运人士 吕耿松 这个状况 就令人感到 这个 焦虑了 因为他是一个 他和这个 刚才讲这位 这个 维权的 这个 人士 情况不同 那么 这个 吕耿松啊 是一个老的 民运人士 他现在目前被 关押在这个 杭州的 这个 浙江 杭州的监狱里 他以前曾经是 中国民主党 浙江委员会的 重要成员 人权活动家 其实中国这个最需要 就是反对党 有了反对党以后 和共产党也好 和其他党 如果形成一种 像台湾那样的 竞选的局面 就是权力和平的 转型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一党执政 万恶之援 但是中共不想 改变现在这种状况 想永远执政下去 现在官媒 不是每天都催去 百年大党吗 他想干一千年 是不是 因为他执政以后 过得非常舒服 可以镇压老百姓 可以给自己 利用首帧的权利 给自己的亲友 抹取利益 享受这个物质的 这个奢华 另一方面又可以 这个制造冤假作案 把批评他们的人 关到监狱里面去 所以不会放弃 自己的权利 自然而然对 这个吕耿松 这样的人 打压的更加严厉 那么这篇文章 发表在维权网上 他披露了 目前在狱中 就这位人权人士 这个民运人士的身体状况 说他被诊断 患有什么呢 胆囊坏死 而且有六颗牙齿 牙髓坏死了 不能进食 当时我坐了这五年 零一个月 是掉了两颗牙 根本没法治疗 就白白等着这个牙 刚开始是摇晃 然后流血 然后化农 然后就烂雕 因为他里面 那个犯人 那个监狱里面 那个医院 破烂不开 不管什么病 全是给你心若鸣 而且那心若鸣是什么 是压在那个 就是塑料板上的 我看那个出厂的日期 都是过期的药 你不管什么病 你说我头疼 脚疼死 肚子疼 全是心若鸣 看病的 没有医生给你看病 就是犯人给你看 犯人是以前有的当过 赤脚医生 或者以前干过医生 再加上有的是家里 有钱的 送点钱 拉拢 这些官员 就能够混给医生 穿个背大褂 去给你看病 根本都是没有什么条件的 只有一个人 我记得他是学习牙医 他是犯人 他和我关系处得挺好的 他就说他是想练一练 练练手 我曾经牙移摇晃找他了 他对我挺好 他说老江我不给你扒吧 因为我也不懂 给你扒完了以后 可能我一声都对不起你 他说你听我的话 就这么把他等 这个整点校园面 贴在上面 太不错了 给我整的校园的 要贴在上面 也不好用 他说你要叫我爸的话 我就拿你这个牙做练习了 就很对不起你 他别人呢 他不管 他别人有些 他也算有点文化 别人有点暴力犯罪的 他就把他们牙练 有的时候他说 他说我练一练 出去以后我开个诊所 开个牙科诊所 你就可见 你想几千号的犯人 什么病都有 有很多人有牙病 牙就是 他讲的情况太多太多了 就不算什么事 小事啊 你看这里边讲他 说是他家人在2021年4月10号 去探望他 看到他身体非常的虚弱 说到了春天 身上穿着棉袄 三件价容内衣 两条家后保暖裤 头戴着预寒帽子 还感到寒冷 他说他怕冷怕冷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说他剩下的四年多 星期熬不过去了 多次要求保外就义 但一直遭到拒绝 这个我非常理解 他冷什么原因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冬天的时候 那个叫暖气不行 这是一个 再还有什么 就是你平常吃的东西 没有营养 他就是烂菜帮子 烂土豆 烂原葱 没有几块好的 每天晚上吃那个 卡州所里是吃的饼子 饼子都是过年 过期的饼子 晨年晨凉 那个都发霉 你要到了监狱 我记得在那个南瓜岭监狱 大链算比较好了 用馒头 由于营养跟不上 所以你就感到寒冷 真的肯定了 尤其冬天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身体如果有病 那当然 这肯定是 这个 会有一些状况 你像他这个情况 因为他这是 南方浙江 杭州 应当 如果冷到这个程度 那是有严重疾病了 应该治疗 但是他不会给你搞 这个保外就医 为什么 他这是政治犯 习以民同志家 整个最严厉的 就是政治犯 你看那刘晓波都死在里面 对不对 那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国民党的监狱 还讲优待政治犯的 共产党监狱不讲这个 共产党最怕是政治犯 因为政治犯 你可以在争权 对不对 你像驴 驴耿松是什么 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 大家都知道 1998年 这个在浙江 是吧 诞生了中国民主党 当时是王有才 是吧 那是很有名 徐文利 徐文利老先生 现在在美国 他们这有点了不起 当时他们还到那个 民政局去登记 结果人家不但没给登记 还抓他们 抓了很多呀 所以他这个 吕肯松是个了不起的 这个 冲撞党禁的一位人士 冲撞党禁的 还有这个 秦永敏 也很了不起 放了就 就出来继续干 干了再进去再出来 好几个来会儿 还有现在已经流往到海外的赵长青了 前两天不是开这个大巴 在洛杉矶 我觉得你开大巴虽然苦 比监狱好多了 所以是好事 呼吸的自由的空气 自己主宰的方向 很多辛苦 说是不再工作 大小 工作赚钱多少 有自由 最大的快乐 所以你看这个 吕肯松在监狱里边很难熬 还有四年 怎么能熬得过去 像这样的身体 他之所以抓他 就是因为1993年 他是干什么呢 这个撰写了中国贪官污吏艺术 在香港出版 还发表了文章 建立公民弹劾制度 建立刑事连带责任制度 买官骗官与官杀官 认当代中国黑社会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黑社会的类型等等 你看这些文章都非常好 有最终于中国的这个转型 有最终于中国的开放改革 但是共产党最怕这个东西 所以他2007年8月24号 就被抄家拘捕 当时押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看守所 08年被杭州中级人民法院 以煽动跌尾国国家政权罪 判处四年剥夺政治权的一年 同年4月14日二审 维持冤判 4月18号被送往杭州 渔航区西郊监狱复兴 2008年10月15号 这个被独立中文笔规授予 2008御宗作家奖 11年8月23号刑满这个出狱 出狱之后 他继续开始传播民主理念 2014年的5月12号又被抓了 同年7月7号被杭州警方 以涉嫌颠覆 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又压在看守所8月13号又批谱 16年6月17号又被杭州中约判了 尤其徒刑11年 剥夺政治权利5年 那么一直到2025年5月11日才能出狱 给大家看看这位伟大的 了不起的 冲撞党尽的勇士的形象 光辉形象 将来中国民主转型获得成功以后 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字 现在中共是封锁的 言论知道他们的人太少了 所以在监狱里熬是非常简单的 但愿他能够停下去走出来 那么今天还有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